要不我送你吧 什么 你是说这辆车是你的 是啊 这辆车得多少钱啊 你觉得呢 这起码也得七八万吧 差不多吧 早知道你是这个条件 刚才就不让你请客了 哟 这不是我弟弟少彭吗 旁边立威 该不会是你的女朋友吧 她是谁啊 她是我后妈的女儿 刚从国外回来 从小就爱跟我比 听说她最近找了一个 特别有钱的男朋友 应该就是她吧 亲爱的 这个就是你同父一母的弟弟啊 穿的是同里骨气 她女朋友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看上她的 哎哟 亲爱的 话呀 可不是这样说的呀 人呢 是分三六九等的 不是什么人进咱们家 都可以花妈钱的呀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花你们家一分钱 还有 你们两个一唱一课的 真让人恶心 亲爱的 你走 哎 我让你们走了吗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你不仅自己过得不好 找到女朋友 她没有我漂亮呢 待会的家庭聚会 我劝你们 最好是不要去了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吗 我们别理他们 咱们走吧 亲爱的 你就这么想要走了 哎呀 你就放心吧 等会的家庭聚会啊 看我怎么收拾她 哎 我跟你们说呀 我记得少鹏说要带女朋友回来 不过 没我说了两句 就不敢来了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会的 她担任过我一定会来的 少鹏啊 你就不要白日做梦了 她怎么会来呢 她呀 肯定是嫌弃你 我给你 要你了 哇 哇 哇 你们快看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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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 我女朋友来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沒事 时间刚刚好 弟妹 不好意思呀 我没有想到 你没有想到 我能看得起不佳碧视么 哎呀弟妹 是我们呢 有眼不识泰山 你呀 就不用放在心上了 再说了 我们呢 还是一家人呢 一家人 如果你们今天 没有看到我的实力 我们还是一家人嘛 家人是需要相互帮助 相互关怀的 而不是像你们这个样子 有钱的就是一家人 小朋友 我们走